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日就有三名大学同学重逢为了谁买单 竟然是大打出手 闹到了警察局去了 让人是大跌眼镜 据了解王先生 李先生 廖先生是大学时期较好的同学 11月23日晚参加完另一个同学的婚宴后 三人在福州某酒吧叙旧 而结账时面对3000多元的账单 三人是互相推脱自己没带够钱 竟在酒吧门口吵起来 还动手准备打人 最后闹到了报警 在民警耐心的调解下 三人平摊了酒吧消费的金额 网友就表示 说好的同窗友谊 同学聚会 为的就是开心 钱只是次要的 何必为了钱伤感情呢 另外据报道 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瑟西福斯 今年是25岁 为了想让自己的身材更像卡通人物 全身上下总共动了15次手术 包括龙胸 风臀 连鼻子与眉毛都动过手脚 甚至移出了6根肋骨 让腰变得更纤细 总共花费了12万美元 他表示卡通世界中的女性角色 她们身材是最完美的 因此想要像她们一样 拥有大眼 风胸 小蛮腰与翘臀 下次更计划要植眉毛 与做肖骨手术 为了负担庞大的费用 她还在祭祀网站上募款 立志要变成电影 微探闯通关的杰西卡 许多网友就表示 瑟西本身就很美丽 为何要成为卡通人物呢 甚至伤害自己的身体 真是无法理解 您怎么看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奉点微博 感谢各位的收看 祝您感谢愉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